2020年开始,现代奇亚集团以新世代EGMP纯电平台为基础 像包含现代推出IONIQ电动子品牌 奇亚则是将带来一系列以EV开头为名的车款 这两个品牌的首发制作,接锁定全球竞争激烈的中型A4U为级别 现代推出IONIQ爱尼克5 奇亚则是EV6,两者可视为双升车款 各自以不同的品牌定位与设计权势 但皆以EGMP平台的400伏800伏双规高电压架构 10%至80%快充仅18分钟 还有实用的V2L 外接供电机能等特色即经四座 IONIQ5与EV6本是同根生 全球主要对手大致囊括特斯拉Model 3与Modeling 但难免会被消费者共同比较 甚至在市场上也有些许余量情节的意味 IONIQ5造型被许多人认为 很像大众高尔夫、Lansia Delta等经典先辈车款 但IONIQ5被原厂定义为中型电动A4优维 综观其车身尺码 车身的长宽高来到4635XE 890乘1 605毫米 轴距则长达3000M 前后轴向头尾扩张的手法相当具是绝张力 而且比起现代品牌 自家燃油中型A4优维Taxono 在车长与轴距皆更长 若与同样平台企业EV6比较 EV6车身长宽高为4695XE 890乘1 550毫米 轴距则为较短的2900M EV6整体尺码显得更修长、更低趴 所以相信许多人 被IONIQ5类似先辈的身形误会后 看到实车或多或少 都会背其实际的尺码经验 当然这也不得不提到 IONIQ5造型 具有70-80年代复古元素的传承 因为IONIQ5造型 是以2019年法兰克福车展发表的 45F Concept概念车为基础 45F Concept则又是向1975年推出的 Pony致敬 以类似先辈身型登场量产版Pony车系 是当时现代进军全球的战略车型 在现代品牌发展历程中 占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时隔近50年后 IONIQ5不仅成为电动车市场 划时代的焦点 在造型上更是承先起后 可说是很像概念车的量产车 IONIQ5在车头处 与头登形成的一体横贯式护照造型 以及整体鞋背的轮廓 就是向Pony车系致敬 还导入品牌手剑的棒式前盖 借此降低缝隙与提升空力效果 车身也大量融入 45F Concept的设计与会 包含前后隐藏车门把手 以及源自概念车的后式C柱设计 再加上车侧上下的 Shape印象式板件折线 让IONIQ5在简约中 展现饱满的力量感 中阶以上 在前后轮拱拥有物影几何切削 车侧式板点缀 顶规独具的电动弹缩式设计门霸 更增添科技感